北京时间8月2日 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 迎来自己小组赛第二个个对手 此前第一轮 中国队是惊险3比2绝杀美国 本场再赢法国的话 中国队就掌握小组出现的绝对主动 比赛进程第一局 中国队先是一波5比0的小高潮 法国队被迫叫暂停 回来法国队止血 慢慢的法国开始找到节奏 慢慢把比分追至6比8 中国队的脚步灵活性有点差 李莹莹连得2分 分差慢慢拉开14比9 法国队叫了挑战 从场面上来看 我们完全占据优势 中国队的篮网得分 17比11 20比13 第一局慢慢没有悬念了 最终第一局 中国队25比18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 中国队开局4比0打停法国队 10比4法国显得有点不堪一击 法国光失误送分 已经给中国队得了11分 18比12中国队 始终牢牢的占据比分优势 朱婷面对双人篮网 扣杀再得1分 比赛慢慢又失去悬念 中国队25比16再下一城 2-0 第三局 开局又是一波6比2 法国队慢慢追到6比7 稍微有点紧迫感了 中国队领先较多 有点松懈了 中国队请求挑战8比6 李盈盈判断非常准确 中国队一鼓作气 一波4比0小高潮 10比7 法国队有主场加持比分 追到11比11 中国队23比17 法国队比赛失去悬念 中国队最终赢下比赛 3比0横扫东道主 法国队横 你不得不承认的五大事实 一 中国队整体发挥 相较上一场 无论从进攻和防守 完全有了质的提升 不仅仅是对手实力较弱的原因 中国队的磨合更加好了 篮网 发球 扣杀的质量都非常高 二 中国女排身上有一种气质 在场上那种中国人敢打敢拼 我们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此前各种觉得我们女排不行了的言论 好好看看我们女排姑娘吧 三 法国队确实实力孱弱 我们各方面占优 不要沉浸在对弱队的胜利当中 我们有更多更大的目标 大声喊出来 中国冠军 四 法国队整体失误太多 好多分不是我们打得更好 是法国队本身自己揭发球 各方面存在问题 五 中国队目前蔡斌派出李盈莹 搭档朱婷的主攻组合 虽然我是朱婷球迷 但是李盈莹为主 是非常正确的 朱婷相对于更年轻 身体更健康的李盈莹 在相持球的时候有点差距 但是朱婷依旧是世界级的主攻手 未来需要一锤定音的关键球 还是要朱婷大心脏来执行